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魏凤和同志开除党籍军级 并移送军事检查机关法办 近日 新华社发表常文 综述18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 试图被习近平歌功颂德 但这次党媒竟然忽略了 习亲自指挥的一项重大成就 18大以来 一批批中共军队高级将领不断被清除 而且这种大清洗根本看不到头 有网友调侃 新时代顺天时报登场了 反腐一直被视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重大成就 在中共军队内 已有两位军委副主席入狱 现在又有两位国防部长被开除党籍 注定躲不过牢狱之灾 还有上百位高级将领落马 有网友近日整理出 中共监狱新兵莲花名册 包括目前被关在监狱中的 101位军方高层名单 其中97人是将军 这样重大的封工伪计 为什么新华社长文只字不提或是不敢提 如果中共18届三中全会以来 也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 开创了改革强军新局面 难道这一新局面与清除军内 众多的藏污纳垢的高级贪腐将领无关吗 更蹊跷的是 7月2日发表的新华社长文一开始写道 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上 又迎来一个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 什么时刻 4月19日 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成立 习近平授予军旗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成立信息支援部队同时撤销习近平 几年前才亲自授旗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翻号 显然战略支援部队出了重大问题 以至于被取代被取消翻号 由此 又分线是联想到几年前 习近平亲自授旗成立的火箭军 揭起的是火箭军首任司令魏凤和 魏凤和也是习近平2012年11月 担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后 晋升的第一位上将 党媒上述常文还写道 火箭军不断强化 何尝兼备 全域 射战能力 认为是习近平改革强军的重大步骤 但现实是 中共二十大以来 火箭军却遭到重创 火箭军高级将领被指一锅端 火箭军两任司令 李玉超上将和周亚宁上将 火箭军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 火箭军原装备部部长吕洪少将 曾任火箭军副司令的张震忠中将 于去年年底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 最终甚至牵扯到了 火箭军首任司令魏凤和 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总书记造势的一份 重大协议中曾这样写道 充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如果说习近平上台不久 及进行选择性反腐 清除一大批党内军队高官 是为了实现其长远目标 打破总书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党规 为开启第三任铺路 那么二十大实现第三任之后 也就是前面决议提到的 已完成了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以后习为什么还要整肃军队呢 而涉及的许多自己一手提拔的习家军成员 法管的评论指出 战略支援部队被撤销翻号 火箭军高级将领北一国端 直至去年担任国防部长不到半年的李尚福 以及他的前任魏凤和双双被同日开除 从城市出发 一支军队能否有战斗力 指挥官至关重要 现在就连习近平信任的高级指挥官也被清除了 这是最高指挥官军委主席 用人不查还是什么 如果真的是挖掉了隐藏在军内的坏人 出现了改革强军新局面 那就应该被看作是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三中全会就在眼前 新华社的长文为何对此避而不谈 既然十八大以来 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为什么反腐越反越多 二十大以后 所有高官都经过习近平精心挑选 高度信任 为什么还有大批高级将领纷纷倒台 这是否意味着军队更加腐败 如果是这样 党媒笔下所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成就就又何从谈起 此前海外视频人士邓玉文指出 党媒这篇吹捧大地的报道 提到解放军成立了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中央军委干部考察品位委员会 之前媒体爆料 彭教授在这个考评委员会任职 现在的问题是 彭丽媛是否也在军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是成员之一 假如也是小组成员 实际上就由习夫人决定解放军人才选拔 彭丽媛在政治上后续的作为 会不会由军队而进入党务 值得观察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在全球投资者对中共央行的意图 进行了数月的猜测之后 7月5日中共央行在给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 披露了其前所未有的计划的 迄今为止最清晰纲要 中共央行称已经朝着出售政府债券 迈出了下一步 为创纪录的政府债券涨势降温 中共央行表示 通过与贷款机构的协议 目前有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债券可供使用 彭博社7月5日最新报道 中共央行首次承认 在与几家主要金融机构签署协议后 拥有数千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债券可供介入 接下来将采用无固定期限信用方式介入国债 且将是债券市场运行情况 持续介入并卖出国债 就在一天前 彭博社披露 中共央行已选定两家国有大行开展介入国债操作 这可能是北京为冷却债券市场涨势迈出的一步 受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和降息预期的影响 中共主钱债券今年大幅上涨 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以及从储蓄转向金融投资 刺激了这方面的需求 而北京推出财政刺激 也并未能阻止买家 然而中共央行几个月来 一直在给债市上涨行情降温 警告投资者如果市场逆转可能会遭受损失 分析指出 北京真正担心的是 过低的主权债权收益率会危及金融稳定 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压力 不过友山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徐永斌五日表示 数千亿的资金可能会改变市场的短期势头 但中共央行的行动仍难以改变债券的长期趋势 基本面因素起着关键作用 另据报道 中共政府债券火爆 这在北京引发了警钟 由于利率削减被搁置 华尔街资金正在涌入中共政府债券 使其价格飙升 但收益率降至历史低点 因为投资者在寻找 比中国遭受重创的房地产市场 和波动的股票更安全的替代比 中国境内十年期 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触及2.18% 这是自200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0年期和3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徘徊在历史低点 分析指出 在一个正视图从房地产崩溃 消费疲软和企业信心不足中恢复的经济中 较低的借贷成本应该是受欢迎的 但是债券的急剧波动引发了泡沫的谈论 并引发了中共政策制定者的剧烈焦虑 他们担心会出现类似美国去年硅谷银行崩溃的危机 自4月以来 中共央行已经发布了超过10次警告 警告债券泡沫破裂的风险 这可能会破坏中国金融市场 并使经济复苏脱轨 现在中共央行正在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 介入债券出售以压低价格 与此同时 北京意识到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美联储降息依然遥远 如果北京转向降息 中美利差将随之扩大 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 英国工党在7月5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大获全胜之后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 当天以获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 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斯塔莫当天在唐宁街10号发表的圣选演说中表示 新一届政府将尊重每一个人 对选民的信任负责 并且承诺改变从现在开始 英国此次议会选举的结果 令英国政坛瞠目结舌 在英国下议院全部650个喜次中 工党一共赢得了410个喜次 光是竞争的喜次就高达210个 而保守党不仅丢掉了连续14年的执政权 而且在议会中失去了大约250个喜次 包括前首相利兹特拉斯和多名政府部长在内的 著名保守党人士都在选举中败北 新首相斯塔莫在胜选演讲中指出 我们做到了 改变从现在开始 我们说要开启新的一页 我们已经做到 今天我们将开启下一章 开始并进行改变 担负国家复兴的任务 并开始重建国家 斯塔莫需要做出改变的东西可能很多 但是外界特别关注的将是 斯塔莫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 斯塔莫在担任英国新首相的头一个月内 将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场合露面 包括与美国总统乔拜登 以及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 拜登总统下周将在华盛顿主持 北约75届峰会 斯塔莫将是峰会上 备受关注的一位新领导人 他随后将于7月18日 在牛津附近主持召开 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 奥拉夫舒尔兹预计与会 斯塔莫新政府即将出任 外交大臣的戴维拉米表示 工党政府将奉行 进步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因为我们看到的 不是一个我们希望的世界 而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的世界 工党还承诺 要让脱欧成功运作 并且寻求与欧盟签署 一项雄心勃勃的安全协议 斯塔莫外交政策的要点还包括 工党将美国描述为 不可或缺的盟友 工党要对英国与北京关系 进行一次跨部门的全面审计 以便就与中共的关系 确立方向和路线 斯塔莫去年曾表示 英国需要在贸易商务和技术上 等问题摆脱对华依赖 但同时承认在应对气候变化 等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 最大的挑战无异于 如何在英国贸易和经济利益 与安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 法新社指出 如果川普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 事情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因为川普会施压盟友 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英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一直是基辅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并且为基辅抗击俄罗斯的战争 提供了金钱 武器以及军队培训 工党曾承诺 一旦执政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而斯塔莫预计将很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以便当面向他重申这一承诺 斯塔莫曾表示 在目前这个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的可能性 是完全不存在的 他还把普京描述为在乌克兰的侵略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5日 就英国工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 祝贺未来首相斯塔莫 中共当局此前打压特斯拉时 官方曾明确发出禁令 不允许特斯拉汽车进入军事设施 政府大楼等许多所谓的敏感地点 然而在马斯克今年4月 获邀到北京见习近平后 特斯拉汽车在华的命运峰回路转 7月5日 特斯拉汽车首次被列入中共政府采购清单 官方称之为国产车 此举也引发了中国网民嘲讽 天朝变脸真快 据中共官媒报道 特斯拉首次被列入政府采购清单 在江苏省政府最新公布的采购目录中 特斯拉是唯一一家外资电动车品牌 目录中的其他电动车品牌 还有中国本国车企吉利旗下的沃尔沃 CNN5日报道 这意味着江苏省的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 可以采购这些品牌的电动车 作为他们的公用车 这也显示出爱隆马斯克的公司 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 不仅仅是在江苏 在特斯拉中国超级工厂所在地上海 有一些国有企业已经率先采购了一批特斯拉电动车 陆美报道 上海临港芯片区的城投新港集团 临港投控集团等国有企业 都开始使用特斯拉汽车作为企业的功能用车 这是上海市政府在采购活动中 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做出的积极响应 最近几年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中共监管部门和安全部门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广泛的反间谍群众运动 这给特斯拉这样的外企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墙内网络舆论充满了有关特斯拉汽车搜集中国敏感情报的说法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消费者对特斯拉产品的看法和他们的购买意愿 分析认为 北京对特斯拉态度的大幅变化应该与今年以来所面临的国际商业环境 大幅度恶化有显著关联 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抵制或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行列 在外部强大压力之下 北京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发生了一些松动 不过江苏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以及陆媒都没有提到政府将购买多少台特斯拉汽车 海外时评人士蔡上宽分析指出 这件看似荒诞但符合北京当局利益 现在中共想通过特斯拉作为一个突破口 因为特斯拉进入中国带动了中国电动车的发展 没有特斯拉在上海设厂就没有中国电动车完善的供应链 这使得中国电动车一军突起 中国电动车出口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与特斯拉有很大关系 过去中共担心特斯拉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美国 但是现在不然 中国电动车发展遇到了技术瓶颈 如果需要突破特斯拉的技术 包括特斯拉拥有的无人驾驶技术也是中共所需要的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法律顾问杜文认为 当局开放特斯拉汽车在华部分限制 其形势大于内容 象征意义更大 这个政策与习近平推动的国家整体安全观不符 恐怕很难真正落实 对于官方 对于特斯拉的再次变脸 爱国网民恶然 7月5日 话题江苏政府人员称特斯拉属于国产车 登上微博热搜 一些爱国网红试图寻找抵制特斯拉的论据 似乎难以启齿 网民纷纷留言 特斯拉是独资企业 非合资企业 怎么说是国产车 之前说不让特斯拉进入单位 现在政府采购特斯拉 把外商独资汽车说成了国产车 这太离谱了 马斯克改国籍了吗 产地是中国就是国产 人家独资的 连合资都不是 按你这个理论iPhone也是国产 LV 阿迪达斯 耐克都是国产了 打个赌 这是权宜之计 不知道哪一天又要禁止特斯拉了 近日 因中国南部地区持续暴雨 长江已经超过洪涝灾害的警戒水位 7月5日最新消息 在长江及洞庭湖流域 洪水高涨下 湖南省华荣县团州院的洞庭湖 低房当天傍晚5时48分出现决堤 一个多小时后 决堤的宽度就从约10米扩大到了近100米 截至发稿为止 中共各官媒并未报道 当地是否有人员伤亡或失踪 北京日报报道 决堤区域附近的六村一社区内 5000名民众已全数安全撤离 据官媒报道 决堤发生前 洞庭湖这段堤防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已出现渗水 当地官方曾试图封堵 但告失败 傍晚出现宽约10米的决堤 滚过湖水涌向团州院 决堤口随后迅速扩大 报道称 目前这段堤防的封堵 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7月5日中共水利部发布消息 当天下午 长江干流的洪水风险将超过警戒水位 预计这种高水位持续15天左右 暴雨从上个月开始持续至今 损失也持续增加 三峡大坝正在调整放流量 沿江的安徽 湖北 湖南多地都已成为了水中城市 湖南平江县自6月18日以后 积累的降水量已经创下自1961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湖南省政府宣布以战时状态抗洪强险 不过平江县灾民哭者向路透社表示 没有接到任何撤离通知 也没有让搬东西 以后我们还怎么活 与此同时 准确的损失规模也没有得到统计 随着灾情的持续 中共当局不得不出面安抚民心 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江西 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北大数学天才尾神 伟东义上月被网友目睹回到老家山东济南 据网传视频显示 伟东义穿着一身简单朴素的T恤 以他独特的方式快速行走在济南街头 并在地铁以独特的S型路线上楼梯 引发网友热议 称他不愧是数学天才 连走路都是数学现象 据陆媒报道 有网友近日拍到伟东义走在济南街头 网友形容这位疯一般的男子 对周边人和物丝毫没有兴趣 只是走自己的路 对于网上有人吐槽看上去以为是傻子 伟神高中数学老师 山师附中张永华坦言 伟东义生活自理能力确实有一点欠缺 内心和思想十分的纯粹 脑子里全是跟数学有关 不了解他的人肯定不能理解他 但有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天才 被称为陈景润接班人 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数学天才的伟东义 因2021年一段手拿三个馒头的北大数学老师的采访视频火了 视频中的他胳膊还夹着一瓶矿泉水 衣着简朴目光纯粹 他介绍自己是北大数学老师 视频一出立刻引发网友讨论 网传哈佛曾给出了一系列令人心动的优待 甚至愿意为了伟东义打破校规 直接免掉英语考试抢人 伟东义却留在了北大读完了硕士 只用三年半就拿到博士学位 成为北大数学系的助理教授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